不说您不知道,保时捷三个字,它不只是男人梦寐以求的性感跑车,每年带来的庞大销售商机,更是台湾各大企业财团,彼此斗志较劲的战斗场。 过去40多年来,保时捷一直由范德永业独霸,囊括所有保时捷的台湾经销据点。 范德永业集团董事长唐荣春就曾说过,卖双币不一定会赚钱,但卖保时捷绝对会赚钱。 原因只有一个,乌以稀为贵,但随着2018年原厂收回总代理成立台湾保时捷,随着台湾市场需要更多经销保养据点,便开放新的经销商加入市场。 江山代有人才出,范德永业早已不再能独霸江湖,台湾保时捷经销权也不再被独占,而最强的对手便是超年轻女霸主。 义美食品董事长高志尚的千金高义宜所领军的上腾汽车,2016年高义宜以车借菜鸟之资,与情义仿制二代顾立凯联手,拿下保时捷新北市经销权。 豪杂12亿元打造的新北市第一家保时捷经销据点,豪华程度相当惊人,但他本人却相当谦虚。 当时外界就认为,高义宜的能耐可不止这样。 我们能踏入这一块其实真的很幸运,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从事他自己喜欢的行业,然后又有机会赚到钱。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梦想啦,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把梦想交付给每一个车主。 事隔一年后,高义宜果然又击败众多强手,再度拿下保时捷台南经销权,是资6亿元打造的全新台南保时捷中心。 但在农历年前正式开幕,为了更加有特色,这次高义宜领军的上腾汽车集团,更使出新绝招,就是在台南保时捷中心里,引进顶泰风的小笼包、鸡汤、牛肉面等经典菜肴。 这是顶泰风第一次跟汽车品牌合作,双方至少沟通了半年的时间,顶泰风甚至还派出台北大厨,来教导台南保时捷怎么样让顾客享用真正的美食。 让外界好奇的是,为何卖保时捷还得准备顶泰风美食给顾客享用? 这两大项目不会太冲突吗? 其实这样的策略瞄准的是特殊的南部乡亲含金族群。 要是您想在台南享用顶泰风,就一定要到台南保时捷中心。 对台南乡亲来说,原来不只可以修车买车,还能吃顶泰风,成了相当大的诱因。 目前保时捷在台湾有五处据点,永夜拥有台北、桃园、台中及高雄。 新北跟台南经销权由上腾汽车拿下,新竹经销权则由中华宾士母公司,国际级豪华车经销商,香港商力新航集团取得。 在万物起涨下,顶泰风从去年11月起,连续两年调涨,小笼包每颗涨两元,吃一颗就要25元。 虾仁蛋炒饭从250元涨到270元,平均涨幅将近4%,顶泰风声明除了原物料成本外,疫情也造成人力缺口。 因为需要更多成本投入,才不得不调整价格,而为了迎接后疫情商机,顶泰风结合保时捷一夜联盟,买超跑还能吃小笼包,双方强强连手下,让人不得不惊呼。 原来真正的大型企业操盘,下一步策略还真是让人意想不到。 朱朱哥来聊车感谢您的收看,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,支持中天新闻。 日后收看更多有关新车试驾,恐怖惊险一瞬间,还有更多马路交通科普知识,我们下回见。 朱朱哥来聊车,祝您浮吐银响庆新年,扬眉吐气,贺心碎。 每周一周五晚间九点,别忘了YT搜索中天车想家,每周三套登到这里,朱朱哥来聊车陪你一起来直播。 更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点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 能够及时补充抗菌疫的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,让防疫变得更方便、更安心。 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比酒精啦,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。 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,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看。